這個生活的正常化已經到 如果接近完成正常的時候 相信這些舊有的這些感染症 都會在稍微再高起來 那所以我想疾病管制署這邊 我們也都有在討論 就是針對這些原來就有的這些傳染病 會再加強相關的這個衛教 相關的這個監測 那希望能夠不要他這個反彈太厲害 DVBS 那請問今天公佈了隔離專制病房的上限下修 那從3月20號之後是不是觀察幾週之後 可以宣布新冠傳染病降次類 那指揮中心什麼時候降級開設 另外想問何時會解除醫院和大眾運輸的口罩令 謝謝 好 我想這些 就是說我們在我們一路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的這個階段 那我們都陸陸續續在實施 那只是實施的起診有的是快一點有的慢一點 那麼我們3月20號這個 新制實施之後 當然我們還是會觀察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同時同一個時間我們會進行 跟醫療院所的這個溝通 還有這個討論 那讓我們的醫療院所的這個防疫也能稍微的這個降級 那這些東西會同時的做 那麼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我想我們也有可能會在4月的時候 那進行這個所謂的改類 或者這個指揮中心降級這些相關的這個措施 在4月的時候 有這個機會 那那個口罩 那口罩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一直在做評估 我們知道像韓國這邊 那他已經宣布他的這個工作運輸的部分 他已經不強制戴口罩 那當然我們這邊我們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那這個也都列入我們後面 就會開放的這個規劃裡面 那時程我現在還沒有確定 我想大概不會太久 那也有這樣子的想法 也有專家的建議 就是說醫療院所是不是 我們還是保持戴口罩比較好 醫療院所長照 那這個我們交通運輸的部分先處理 這些都我們都會列入考慮 ET Today 水管好 所以想確認一下 我們的那個降級改類的部分 是現在 因為之前有曾經是希望是5月目標 當然你也有說會提前 現在我們是不是已經是確定說 大概4月就可以來這樣做 就是肯定是一個提前的就是進度這樣 我沒有沒有辦法肯定 我只是說一切順利的話 那所以我想說 那因為這些相關措施已經都陸續的解除了 那我想如果這些都沒有什麼太多變化的時候 我想是可以提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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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